就是 剛剛有 第一種解法用以色尼函數 不過以色尼剛剛第一種方法算了 因為太多人真的投降了 所以 我們用第二個方法 反而這一題的話用VBA來寫 有時候反而比較簡單 那怎麼說 首先的話一樣 先開發人員 然後呢我們 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再增加一個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寫一個 也寫一個SUB 那SUB名稱也許叫什麼 也許叫這個好了 班級好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按照實際上需求來看 那一般習慣是把VBA放在右邊這邊 然後我看一下我們的需求基本上是這樣就是 第一個比較一下 這個 跟 這個範圍 的 這個名稱一不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呢幫我把 他的 什麼呢 他的B欄 到C欄的資料 幫我 複製一份到這邊來 這個大概邏輯是這樣子 所以喔首先的話我們寫的方法就是 整個跑完 所以喔 全部比較了 當然 就是全部比較 For For I 等於第幾列呢 第2列 到第幾列呢 第12列 那也就是每一個都 每一列喔 都幫我比一下 比什麼呢 如果 什麼呢 如果 我這個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 所以Sales I列 的 A欄 裡面的資料呢 如果跟什麼一樣呢 跟 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 固定的 所以呢我就 用Range好了 Range 然後呢 這邊的話就是 H2 OK 如果跟Range H2裡面比的話 是一樣的話 Then 然後呢 我就做什麼呢 習慣有if就打 N的if Enter兩下一樣打 那我就把什麼呢 把 它同一列的 BCDE call到哪裡呢 先把它刪掉 call掉 GHIJ 也就是說呢 把找的話 一定是找A欄 那複製 比如這個 正例好了 就把B欄 的資料 放在 複製一份到 C 複製到H D複製到I E複製到J 以此類推 那 哪一列 哪一列 所以啊 這裡的話 一樣 我用到類似一個K 那K的話 預設值等於5 當它複製一個之後 我再把它加1 它就會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 OK 那怎麼寫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喔 一個回圈 就是範圍 全部比這個範圍 然後邏輯就是 這個有沒有跟這個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 做什麼事 就是把 它的B欄 複製到G 複製過來的方式 我前面有講過 來源寫在後面 要複製過來寫到前面 所以理論上應該複製到這裡 那這個的話是G 所以習慣是 把這個地方 這邊應該是第五 第五 列的G欄 等於什麼 等於後面的話 就是來源 來源的話就是 同一列的B欄 哪一列不知道 不過就是 其實可以拿這個來改 Sales I列的A欄 把它改成B 這樣子的話呢 意思就是說 把它找到同一列 比如這一列 的B欄 就是正利 摳到這邊來 OK 那其他的話 以時可以推大 所以你 寫完一個之後呢 把它複製 貼第二個 然後呢 這裡 這拖欄一下 總共有四個吧 然後你就把它 貼 那這樣的話 就分別把它改成 G H I J 然後這邊改成 BCDE BC DE OK OK 好 這樣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 完成快 快完成了 不過 這邊我是把它改成五啦 可是你會發現五的話 有個問題 就是我如果複製正利過來 那下一個是 柳鴻鷹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複製過來 還是第五列 所以可能 會蓋過去 然後沒有了 所以最後就是變成柳鴻鷹 如果這樣執行給各位看 就柳鴻鷹 那正利怎麼辦 被蓋掉 那不對啊 那正利怎麼辦 所以理論上一般是這樣 你可以 跟剛剛我們有寫 一個 一樣的道理 我習慣如果那個數字會加1的話 那我會先在上面增加一個 初始值 初始值的話就是 第一次會放在哪一列的位置 他放在第五列 然後呢把這個K有沒有 把它放在 他的 第一次放的位置 這個 列的位置 然後呢記得喔 在最後一個 最下面的一行 再寫一個K等於K加1 這樣的 好處就是說 其實我是覺得蠻好記的 我自己蠻喜歡用這種 寫法 然後再來的話 他就可以真的幫你 怎麼樣 每 就是 抓一個之後的話 就丟 就是說再往下 也就是說 他本來是第五列 那當他把資料放一個之後 他就變第六列 再下一個變第七列 一直在推 OK 有幾個就加幾列的意思 那執行完之後OK了 把它執行 有沒有 正立 下一個就柳紅印 OK沒問題 然後再來的話 如果把它換成一班的話 那你再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全部 那如果再把它改成 三班的話 那執行 不過你會發現 三班幾個人 好像只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可是問題 這邊有六個 不對為什麼呢 原來 是因為 這個地方 舊的資料沒有被清空 所以 只要在 我們城市執行 的 第一行 的地方 寫一個 叙述 就是先把這個範圍的資料清空 那這個範圍清空很簡單 然後你可以用Range Range G5 到J的12 把它清空 所以喔這個地方 你在開頭的地方寫一個叫 Range 然後呢 哪里呢 G5 到 J12 幫我把裡面的資料清空 清空最簡單的寫法是 等於空的就好了 這樣子呢 等於也是清空的 當然它可以清一個儲存格 也可以清全部的範圍 OK 然後 所以喔如果你假設這樣寫的話 在執行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舊的就不見了 OK 如果你現在假設執行二班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有OK 二班 把它執行 二班OK 所以這樣的話就最後的程式了 那 可是喔有同意說 老師這很麻煩耶 每次都要切過來執行 不是很麻煩嗎 所以喔 比較方便一點的方法 就是說直接把這邊變成一個按鈕 讓它插入到正旁邊 然後增加一個按鈕叫搬起 OK 然後把它 加到這邊來 然後並且 按一下 按一下 當它點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OK 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程式的邏輯 應該不複雜吧 基本上的話就是 先跑個範圍 做邏輯比對 如果 如果 他們 它跟 這個跟要找的班級一樣的話 那就把這邊的 出生格 複製到這邊而已 應該這概念OK吧 那頂多是多一個K K的話是說 讓它複製過來的位置向下多一個 向下多一個 OK就完成了 但是可能有同學說 老師很麻煩耶 這個 每次都還要下拉一下 然後還要再按按鈕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不可以不要 就是多 多按一下 可不可以就是乾脆 如果下拉之後 自動就去執行按鈕的動作 那就少 其實我說真的 應該也沒有差 點一下這個動作吧 但是他說 我想要這樣做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可是 你可能就是要 再學一個 所謂的事件驅動 那什麼叫事件驅動 現在這個驅動方式是按鈕驅動 按鈕就Clicker Clicker的話就是 有點像觸發的事件 觸發的點 有沒有 那可是問題如果我今天不用Clicker的話 那可以用什麼 驅動呢 就把它剪掉 剪下 可以用當這個資料裡面 假如改變的話 有沒有 所以我們的觸發點 就會由原來 點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如果當什麼呢 當這個工作表裡面的這個儲存格 資料有改變的話 那就會去觸發 剛剛那個什麼呢 剛剛那個什麼呢 那會牽涉到其他物件 哪些地方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這一段 這一段程式碼 其實 雲端白板上面基本上應該也有放 我是把它放在 326裡面的 應該是比較 在這裡 OK 所以剛剛寫這段 第三頁的地方 OK 來 那試試看 OK 當然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是自己打一下 如果說上課的時候來不及 那你可以先 怎麼樣 先 拿我的程式 複製貼一下 如果實在是 這個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還是 自己動手一下 好